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房地產和Cloud 上次講了AI、Blockchain 接著講雲端 雲端其實以前沒有人知道 什麼叫做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 或者Software as a Service 現在很多人都知道原來儲存是一個服務 接著平台是一個服務 接著軟件是一個服務 全部都在雲上 在Amazon裡面 現在有7乘4的收入 就是在Amazon雲端的Service賺回來 為什麼? 因為數據在世界上會越來越多 你不會只放在自己的手機上 很多的Backup 或者其他東西都放在雲端上 也有很多的運算 軟件也好 服務也好 就不是放在自己的伺服 就放在雲端的伺服 所以現在Amazon有7乘4的利潤 就是在這些AWS 之前都是 之前阿里巴巴做了阿里雲 他們的投資是非常之巨大的 因為舉內地的火車票訂票為例 他都是用阿里雲 他要非常之安全 即是說他要暴力去拉斷電艦 他在短時間之內要去復原幾次 這樣做得到呢? 他才可以令到人覺得他安全 因為說全中國十多億人去訂的機票 訂的車票 都是要依靠他去做經營 所以他的安全性要求非常之嚴格 投資是非常之巨大 但是一旦做了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的回報就會很穩定 因為很難去做一些叫做Migration 轉去另一個平台 在建築上也是 現在很多AI審陶也好 平面圖也好 那些所有的東西 都是放在雲端那裡 不會存在自己的伺服器那裡 更加是會用他的 有些軟件或者服務 就是將它區塊鏈化 分派給不同的人的工作 即是將所有的平面圖放在雲裡 由不同的專業人士 可能是建築師 工程 結構工程師 基電工程師 在雲端裡面 去完成所有任務 然後給一些公投去執行 這些已經是在內地 已經有一系列的人 專門為一些建築 去做這些服務 在線上雲上的服務 這些就是未來的趨勢 只會越來越高 今天想說的房地產和雲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給大家聊一聊 拜拜 拜拜